哈喽大家好 我是Nikki带你飞 如果你上一期有看了我的这个影片呢 那我相信你有在主力的位置找到机会去做空啊 那其实也是一个短线的做空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整体的走势还是在一个震荡区域里面 好那我们先去看比特币 好来到比特币4小时图 今天的热期是9月24号的下午5点26分 好那我们现在看比特币4小时图 我们回顾上一期影片 下跌后有可能到这个0.618 到这个主力位 然后接下来继续的下跌 那也就是形成这个震荡了 好回到来上一期影片 我有提到了很关键的这个主力位置 就是在这里 如果说要去做空呢 你可以等在这个主力位置做空 或是等它假突破 回到来下方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是完全没有出现任何的假突破 也是很完美的 其实就是在这个主力的位置 就开始下跌了 你看这个主力位置 其实测试了非常多次 就下跌了 那下跌后呢 我也有告诉我的会员 一定要在这个18612 这个位置 去拿部分的盈利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回去 是之前很关键的一个支撑位置 所以我就告诉我的会员 这里 记得要去拿部分的盈利 那后来你可以看它在这里获得支撑呢 就上涨了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打开飞伯纳奇 从底部到顶部的这个位置 刚好这个位置呢 也是在0.618 那我们要去留意的就是这个趋势线 这个趋势线 我有在两期的影片的话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 你看 它其实都好几次啊 现在如果说再次挑战 没有成功突破呢 又是一个很好做空的一个机会 因为盈亏比很好嘛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留意这个趋势线 那其实我要给大家看啊 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三角形 下降三角形哦 那如果说是下降三角形 接下来突破还是跌破啊 它的走势将会是如何 那如果接下来 它要是跌破的话 下跌的目标价位将会是在 16262这个位置 那如果突破呢 我们来看 要是突破这个趋势线 突破前高 这个阻力位站稳的话 接下来的目标价位将会是在 21294 所以大家可以去留意的 因为它现在在一个三角形里面 其实在这里也有一个比较小的 一个三角形 大家也是可以留意的 你看在这里比较小的一个三角形 然后接下来出这个方向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哦 因为震荡范围开始缩小了 好总结 接下来的操作要是它可以突破 这个很强的阻力位置 测试了非常多次都没有突破的 突破站稳继续的上涨 其实这里将会是一个很好去做多的一个位置 那要是跌破啊跌破的话 接下来将会继续的下跌 之前我的影片有提到哦 如果说接下来的比特币继续下跌呢 下一个的周图目标将会是在12,000这个位置 所以大家可以去留意的 这一些重要的支撑位置 可以去留意 有没有任何的操作机会 还有就是重要的主力位置 好 其实比特币真的非常简单哦 这几天都是参考 这个其实就足够了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户口 可以使用我bybit的推荐码 去注册一个账号 有4,000美金的充值福利 现在使用bybit去买先 或是零手续费的 并ex现在如果你是注册 马上手冲的话 可以获得125美金的正经哦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仪台 好 我们现在来看仪台币的 4个小时图 我在上一期影片 有提到这个0.618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呢 因为0.618是一直没有突破的 一个很强主力位哦 我们回顾上一期影片 如果你讲要有限做空的话 你可以去留意 这个0.618的位置哦 因为这个0.618就是它下跌后 有可能会反弹到0.618 并没有创出这个新高 你看没有创出新高的话 那接下来还会继续的下跌 好 回到来 所以如果你上一期影片 有看的话 我有提到如果你要做空呢 因为以太比较弱嘛 所以它的反弹呢 估计就是会到这个0.618 然后接下来继续的下跌 那继续的下跌 主要就是在支撑的位置 都记得要去拿部分的盈利 那现在都还是在这个震荡区域 接下来走势将会是如何 大家就要去留意了 这个是0.618的主力位 那我在之前的影片有提到这个趋势线 是一直都还没有突破的一个趋势线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留意就是以太币会不会突破 要是他突破接下来上涨的这个主力位置 就会在之前前高的这个位置也是很强的主力位 那就是在1410这个位置 如果接下来还是可以突破的话 那要是跌破 接下来下跌呢 大家可以留意前低的这个位置在1217 其实在1280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他是之前的你看 一直没有成功突破的一个超强的主力位 现在是一个超强的支撑位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留意啊 这个支撑位置以太币 因为其实真的没有太多的这个操作机会 如果他是在中间这个位置 那突破要不要去进场做多 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是要突破做多是很高风险的 如果你要低风险呢 你可以在逢低这一些很强的支撑位置去做多 就像比特币一样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要做多呢 在支撑做多盈亏比比较好 那如果要做空呢 就是在主力的位置要去参考 参考这些主力位置 好我比特币和以太币的分析就到这里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作为参考 拜拜 Frei ich 我